哈囉 大家好 歡迎到YA Diary 我們目前人呢 是在大台南會展中心 要參加今年 2024年的台灣文博會 那今年文博會呢 辦在台南 是非常具有歷史意義的 因為台南剛好 建成滿400年 那我們也可以知道呢 大台南會展中心 算是這一次 文博會的主場館了 那他們也是首度的 把文化策展 還有IP品牌商展 都舉辦在一起 那今年主題呢 叫做包刀擺麵 主辦單位就是希望 在這個場域裡面呢 可以經由文化策展 還有IP的品牌商展 來展現台灣豐富的文創量 那剛好擺麵這個 又是台語裡面 代表的是百分百 很肯定的感覺 就是一種充滿自信的意象 那對於非常喜歡文具 也非常喜歡文創的我來說呢 這個IP品牌商展 就是一定要來的吧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要一起來看一下 我們平常就很喜歡的一些品牌 還有我們新認識的品牌們 會帶來什麼樣子 很棒的文創商品啦 那我們就走吧 第一次進到大台南會展中心 空間非常遼闊 讓我們切合 寶島擺麵的主題來出發吧 談到寶島 很容易會讓我聯想到 左翼設計小島制 我們買不起巴黎奧運期間 人氣超夯的真奶奧運徽章 沒有關係 我們有這種 以台灣本島 來做為創作基底的真奶台灣 藍白拖台灣 還有加吉德亞台灣 那不喜歡徽章 喜歡紙張 你也可以選他們的防水貼紙 濃厚的台灣意象 絕對是送給海外朋友的好選擇之一 那寶島台灣 四周被海水圍繞 海洋的意象呢 也是我們很重視的概念之一嘛 星期日拯救計劃呢 今年主題 冰海隊 就是一系列海洋的延伸 每出必買的火板油票 這一次有海洋生物圖鑑 以及燈塔系列圖鑑 本來還可以蓋上專屬的小印章哦 一隻快樂的池 可愛的烘魚有長尾巴 可以夾著書本當書籤 身上還有好多的素材 可以依照線條畫出可愛的小物件 還有便條紙本也很有趣 乍看是平面的紙 但立起來就是別有洞天 七周年的限定證件套呢 一邊有隱藏的小金魚 另外一邊可以放你的專屬預兆 冰海隊成員必備 知名的首座Youtuber莎莎 今年文博會首度來參加 開了一間豆貓貓茶小店 那既然是首座Youtuber出身 一定會有精美的首座卡片材料包 但直接做出一台咖啡機 這是有合理的嗎 這台咖啡機裡面呢 這一杯一杯飲料 全部都是盲盒鑰匙圈 總共是六款 五款貓貓一款狗狗 或者你不想喝咖啡 可以買小茶包 每款茶包裡面有五種圖案 一共是20張 不用怕用了一輪之後貼紙就沒了 再來還有這兩款好可愛 好特別 好適合手做朋友們的 三花紅豆手手折疊切割墊 很適合做小卡片 或切割一些小零件使用 可愛的小鳥先生 這次有什麼樣的新鮮事呢 這一次是和首帳拼欠達人 Rachel推出一系列的聯名商品啦 Rachel第一次出商品 和珊妮妮一起出了霧面PET膠袋 Rachel把她最擅長的照片 手寫字 和珊妮妮的可愛插畫做完美結合 AM款呢 記錄到文具店、甜點、書店等 文具控喜歡的日常 PM款則是有很多 關於回家之後的異象概念 過去我比較常會看到照片 它搭配的是呈現出更都市感 或是更成熟的風格 結果照片和可愛風也很搭 有一些地方呢 還會有這種巧妙的安排唷 我很喜歡 從紙膠袋延伸出來的 還有這些可愛小印章 裡面記著生活中很重要的小事情 可以從中找出你的最愛 而且展場中還有這個 限量版的小袋袋喔 晚一點來可能會搶不到 可愛的小動物 這次還要看到碗子的新吊飾囉 先前在文具展賣到病鬼的朵喵喵 這次出第二代小時光啦 六款小動物男孩和女孩 每一款都是正反兩面不同表情 還搭配一個小餅乾或小書本物件 再來還有這六款造型燙金貼紙包 很少看到碗子畫人物角色 這次的六款裡面呢 除了一款是花卉裝飾 其他五款不管是紫的、藍的、綠的 全部都是可愛少女 搭配了小動物和不同的配件 那我也已經做成了小折葉啦 至於兩款新的盒子膠袋 杏桃花茶 有可愛的小貓和小花 搭配燙玫瑰金的工藝呈現 墜式與隨筆是燙金搭配歌型的標語 有一些和貼紙包的大色塊很像 也是很百搭的平貼幫手 而且呢還有更選擇障礙的來囉 是品牌合法博的聯名手錶 使用到雙層立體設計 讓小花又更突出的呈現 是不是很騷啊 我們曾經有介紹過 畫風非常細膩的足弓繁花 這種精細的筆觸 應用在布品、貼紙或紙膠袋上面 都有讓人很驚艷的感覺喔 剛先前 我們看過了不想工作這張手作的Zoe 她有介紹過這種大張的素材紙 我就惦記了非常久 這次終於是買到了 尤其是這種苗圖紙材質 完全沒有什麼抵抗能力 另外呢 我這次來還要找這個小扭蛋 它是創作者 一次加紙膠袋和素材紙拼添出來的小徽章喔 每一個都獨一無二 每天都有限量 如果大家喜歡這種拼貼的獨特感 請麻煩手刀過來謝謝 上個月才剛在東京看到喵大 結果一個月之後 喵大新品又出現啦 這一次呢 特別想要先介紹 牆上這些複製畫 平常呢 我們想要擁有創作者的作品擺放在家 原稿數量很少 而且大家都不便宜 喵大這一回推出了A3、A4 20x20的三個尺寸 一共是20款的複製畫 利用了很高級的水彩紙印刷喔 可以讓大家輕鬆擁有好可愛的作品 我就喜歡這個小兔子和小花的搭配了 看起來很溫柔很有朝氣 再來是新品紙膠袋 香氣研究所的花 花果系列 兩個系列都分別出了盒子 還有PET材質 展示一下美麗的花 水彩風格筆觸 感覺就是細緻優雅 那水果也實在是超級可愛 超級鮮艷的 看起來就很好吃 也可以讓大家 在華卉的拼貼應用同時 加入一點果類的香氣 我自己呢 是完全不會錯過它的 那至於火板筆記本 這一次有五款新品喔 從K到O 五本本子 擁有不同的主題 和心情一樣 各自搭配了不同的印刷工藝 有燙銀、霧面銀 還有這一次我最喜歡的O 它利用了好粉嫩的顏色 還是我最喜歡的玉金香 搭配了銀粉色質感是超棒的 我覺得各位呢 都應該要有這一個opportunity 機會 而且美麗大這次還出新的信封 封口貼組喔 三款小可愛 哪一張禮物包裝呢 應該會被羨慕到不行吧 喔對了 通常加勁一下 各位到現場 記得一定要搶一下這個福袋 來自馬來西亞的品牌 Jernal Page 他們家先前出品的聯名款妹子 已經是很多文具控 還要取交代愛好者們的愛了 所以呢 這次他們雖然是第一次來台灣參展 但人氣就是高 這次有幾款很時尚的PET膠袋 他們竟然都搭配歌型耶 長得好看就算了 還不用你剪 一撕就可以用 這看了誰到底會不行動呢 另外呢 還有這一大堆的變遷本本 裡面的每一個小素材 放到手帳拼貼裡面 就可以組成華麗的風景 意思就是一不小心就會手滑 那品牌當中 我一定要推薦的是這個 羅馬柱風格的水晶印章 樹枝手柄打造的羅馬柱 重量很輕盈 但美學價值很高 據說這個系列 看完之後就會改版囉 所以各位如果喜歡的話 請趕快加速購買 紙上旅行 這一回旅行到台南囉 除了我們最熟悉的紙膠袋 轉印貼紙 印章 還有用色比較清冷 時尚的印台之外呢 這一次最讓我驚豔的 是創作者 把他在台南的攝影作品 變成膠片了 中間是這一種半透明的風景 可以看到不一樣的台南景致 那外框呢是紙張製作的材質 可以書寫 是一種很特別的嘗試喔 那每一次展會呢 我都很好奇 食物會推出什麼樣的主題 這次的文博會呢 他們是帶來 顏色很鮮豔活潑的水果啦 我們還可以看到 印花提代的花色非常夏天 水果貼紙配色 像夏天一樣也非常充滿熱情 還有這個長得很特別的畫夾子新筆 那它可以當筆 當夾子 當書籤 還有PET膠帶新品 是一種雜誌工的拼貼片段 搭配一些文字說明或自我的感受 走一個文青掛路線 那至於食物的品牌印台 這回新出了水果系列的十種顏色 搭配先前已經有出過的數十種顏色呢 擺放在一起感覺很療癒 這會是我中樂透透彩之後啊 一定要包套的首選之一 聊日系創作還有這些熊熊們 我之前有看過很多創作者畫的熊 都是可愛風格居多嘛 那熊子的小熊呢 更多的是一種成年熊的氣氛 看起來很溫柔 很生活化的成年熊 可以賣茶 也可以在咖啡店裡面度過開心時間 再來給各位看一個科技和藝術的結合運用 創作者是動畫系出身的 很擅長把想像中的場景和現實結合 我們在這邊呢 有看到厚厚的壓克力吊飾 插畫集 會打來的變換卡 以及掛布明信片等等 但這裡面呢 有一項超級特別的哦 就是AR卡片 你先選自己喜歡的AR卡片之後呢 到創作者的IG裡面 點選這三顆星星的位置 找到對應的明信片圖案的檔案啊 點進去 你會看到一個神秘小空間 這是非常特別的設定耶 但至於現場還有一台小電視哦 可以展台 更換畫面裡面的燈 還有很多不同的效果 都留給各位來玩一下 一出新品就想買的手機 我在文博會也不會錯過 這一次展會 手機帶來了之前各展的畫冊 內頁好多都好好看哦 還有這好幾款的小海報 在作品繽紛的用色上面呢 還加入不少燙金工藝 讓作品變得更鮮豔華麗了 目前呢只有私心的希望 出新品的速度可以再更多更快一點點 之前和朋友們去大道場的波波母 吃點心和下午茶 發現他們家品牌也有很多周邊哦 各位知道他們的主視覺是什麼嗎 黃色這一隻呢是蛋黃 而且還可以看到它的外層透明透明的 那個是蛋清 等於是一個角色有兩個生命體存在 那黑色的角色呢也有一曲同工之妙 我選了兩款轉印貼紙 都是可以印在水杯上面的材質 據說呢遭遇到洗碗機的強力清潔 還不容易掉 各位可以參考看看 那我特別想要介紹的是他們家的明信片 因為波波母呢 它是有賣特別的注音符號鬆餅嘛 那他們的明信片 連英文都給你標註了注音在上面哦 我最喜歡用的賴貼圖 就是染三兔系列啦 這回品牌在展場中開了麵包店 其中像是擦手巾就很有麵包感 還有這幾款表情很有趣的小包包 太前作了太可愛了 好想要買來每一天擺在辦公室的座位前面哦 那至於這個小公仔 目前在文博會的現場呢是整套販售的 而且還要到另外一個展位 但因為現場有限量 所以喜歡的民眾速度要快哦 先前畫博的時候 我在小油畫的攤位可以說是買封了 這一次出新品也必須要看一下 像這個透明的卡套 有黑白兩款搭配了小花或小麵包 讓你可以放悠遊卡 員工證都可以可愛的過日子 另外還有這個珍珠的小袋子 你以為它兩面都一樣嗎 沒有 翻過來眼睛就打開了 那攤位上還有一個很特別的風景哦 就是這個拼圖燈 這看起來好舒服 好療癒的感覺 把貓咪和月亮拼圖結合在一起也非常新鮮 最後來看一下韓國插畫家 以短尾矮袋鼠為主角 打造出來的可愛品牌 韓系呆萌的小可愛 除了很多的玩偶商品 還有磁鐵和小吊飾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攤位是預約機制的哦 各位要先在平台上預約入場時間 等時間到了再給工作人員確認才可以進來哦 好啦 以上是我們今年來參加文博會的全部內容囉 不曉得各位喜歡影片裡面哪一個品牌 又或者是有沒有推薦其他品牌呢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哦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拜拜